讓大家看看我的傷口吧 當然不是啦 我擔心會違反標題說明條例 雖然沒有 我今天會和大家說一下MAT 我知道這條影片拍得比較遲 但沒辦法 因為上環 WWDC 2021 完結了 我自己有點失望 因為我都在等那部M1X或M2的MacBook Pro 為什麼會等呢 原因是我也有看Wuma說的 但我不想再拍片 我真的想等到整件事落實了 我才會和大家說一下 但待會我會和大家吹吹水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沒有Mac的用家 剛剛的WWDC 21或2021 對於你來說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其實新的MacBook 或者是新的iOS機器 它們會更加整合 你用一系列的東西是很爽的 但如果只有一部iPhone 或者你現在還在使用PC 其實對於你轉會過來用Mac的話 如果你是只有一兩個器材 即iPhone和Mac 兩個器材的話 功能就不算很大 如果像我一樣 又用MacBook Pro 又用iMac 還有iPad的話 新的MacOS和iPadOS 整個整合來說是非常非常好 在這裡我就不再多說 太多詳細關於軟體的東西 因為其實 都未完全正式推出 我現在這麼快和大家說完之後 都有點浪費 所以在這裡就不和大家說了 如果你是一個想入Mac的新手 或者你是想要將你的舊Mac 因為Intel Mac已經可以說是過去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升級呢 首先是不一定要升級的 新的MacOS和iPadOS 仍然可以支援比較舊的產品 MacBook Pro來說 可以支援到2016年打後的MacBook Pro 你都可以用到最新的MacOS 以及可以有最新的功能 基本上是 是要2016年打後的 而iMac的話 其實你是在2017年中的iMac 是可以完全支援的 iPad的話 就是iPad Generation 6 已經都可以支援了 其實Apple那裡有支援項目 你可以自己在那裡再看看 我Division那裡也會留一些連結給你 你也可以進去 看看如果你要用新的MacOS 要負責一些舊的器材 你也可以在下面檢查 如果新手想買Mac 我會推介什麼Mac機號呢? 當然啦 如果你可以支援新機 我建議直接買M1的Mac 如果你要剪片或收拾相片的話 其實新的iMac 24吋 是算是很OK的 因為你真的煩少很多東西 那是不是真的不需要CAL螢幕呢? 當然就不是啦 如果你要做Output 即是要做Print Out的東西 你一樣都需要CAL螢幕的 只不過iMac的螢幕真的非常漂亮 顏色都算是OK 所以你在CAL螢幕的情況下 就不算是非常麻煩 但還是要CAL的 還是要CAL的 螢幕是漂亮的 其實如果你本身有一個 已經是蠻漂亮的螢幕 我其實都是建議你買Mac mini的 因為Mac mini第一就是便宜 第二就是如果你已經有好的螢幕的話 Mac mini是適合你的 因為螢幕本身是漂亮的 你可以做其他東西 譬如你PS5都可以駁回你自己的螢幕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一個不錯的螢幕的話 Mac mini是實際上會比iMac更加好的 前提是你有一個不錯的螢幕 如果你本身螢幕的RESHV是低的話 iMac當然是好一點 但如果你像我這樣 又有PS5、PS4等 那些你要再駁回螢幕的話 你不想這樣的話 當然Mac mini是會好一點的 所以為什麼我又想買一個新的MacBook Pro 因為其實我是想廢外我的iMac 作為一個20年的Mac用家 其實我真的建議買Notebook會比較多 原因就是你拿著MacBook 真的可以四處走 你去廁所也能用到 在床上也能用到 像我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很多時候真的躺在床上 用一部MacBook Pro就算了 所以iMac對於我來說 我現在是有一點點覺得是多了 所以我是想要一部新的MacBook Pro 然後就買了兩部Mac 所以為什麼我是在等著它那部新的MacBook Pro呢 其實都可以不用等的 其實M1 chipset也有MacBook Air 也有MacBook Pro 13吋 但這兩部機是只有兩個 Finalboard和一邊的 一邊就極之麻煩 為什麼呢 你一張床上的話 如果你只有一邊 那些線是不夠長的 要裝來裝去很煩 有一個最近你的床邊 就可以這樣插到這邊 就算是很好的 如果你在另外那邊 就真的插不到 所以如果MacBook可以有兩邊 可以插到電的話 就好用很多 根據Mac Wuma的資料提供 新的M1X MacBook Pro 會有兩個Version 有16吋和14吋 它們都會有HDMI的插 有SD卡槽也算是很好的 我自己很怕 它只可以有MacSafe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整個床上 MacSafe只有一邊 如果你這邊插到電 那就算好了 但有時候你的床 電可能在這邊 變成在這邊的話 你不能插 那就算是很慘 如果它用MacSafe 又不可以用一個Thunderboard 去做充電的話 我就覺得有點煩 因為現在我用的Mac 兩邊都有Thunderboard 3插 兩邊都有Thunderboard 3插 譬如我這邊可以插電 這邊也可以插電 你知道啦 有時候電制位置 你的床上真的沒有那麼完美 所以它現在兩邊都有插 我是很開心的 所以為什麼我不喜歡 現在的MacBook Pro 還有MacBook Air 就是因為它們的插 在一邊而已 在這一邊 所以 是真的很煩 而且只有兩個插 如果你兩個插可以分左右 兩邊都有各一個 我就覺得OK 反而它現在這樣 在這一邊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點煩 這是我自己的見解 至於這個HDMI槽 我自己覺得是好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 可能你帶一部Mac去酒店 如果你用Notebook的話 現在的MacBook Pro 和MacBook Air 我們都需要插一個 搭配器 它這些的Docs 有HDMI套 也有Card Reader 所以要帶多一件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忘記戴 我都試過去旅行的時候 真的忘記戴 那時候真的很煩 所以它有這些東西 在一部機內 你不用帶這個東西 就真的很方便 所以 我真的在等一部 可以有更多Io的MacBook Pro 這樣真的 非常之幫到我的 那你說16吋 我是不是那麼需要呢 其實如果在家用 我都會插一個螢幕 我已經買了一個螢幕了 好沒有買二手Mac這些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的 二手我就 不是那麼建議的 現在 尤其是如果你買回Intel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應該每個人都會不斷放貨 未來不斷放貨的話 會有機會 每天不接貨 所以不接貨的話 二手是有點危險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每個人都用M1 因為M1 轉潮換代的時間 如果你買一部二手的 又是新的 即是挺新的二手的話 其實價錢也算是很長的 因為現在Apple仍然有賣Intel的Mac 其實那些價錢 你會看到也算是挺貴的 遲些一定會轉換用Apple自家的智能器材 但多數的軟件已經完全支持M1 而且效能是挺快的 除了某幾個牌子 他們用M1智能器材 仍然是比較慢一點之外 其他大多數的軟件已經完全支持M1 其實我的Capture One 也是剛剛在五月尾的時候 才可以支持M1 所以我才開始想用M1 如果我的Capture One 仍然是不支持的話 我應該也未必會這麼快轉 所以我的軟件可以無痛地轉上去 所以我才開始想M1 如果你說不是 你買一部Mac回來 真的想要上網 那些的話 你又不怕之後放出去會虧錢 或者你根本想要養它一輩子的話 其實Intel的Mac都算是可以的 你等我買這部出去的時候 你會看看會不會接到我這部 或者我後面這部iMac 27吋 其實27吋的iMac是否會出新呢 我覺得可能會出32吋 真的會 我覺得會的 可能會是iMac Pro 你也可以等下 真的可以等下 如果你不急的話 當然如果你真的很急 你很等待機用 買一部M1Mac mini 你先用著 頂住 因為真的看得到不錯 16GB都可以的 所以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See you next M1的話 16GB剪片已經可以了 8GB夠不夠用呢 嗯 其實都夠的 只不過如果你要加Power In 那些就不夠 那如果你就敢用一個 Graphic Graphic Design 攪拌照片 8GB都夠用 所以為什麼M1會這麼受歡迎呢 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兩部的M1哪部好一點呢 其實價錢 大家已經告訴你了 雖然效能好像是一樣 其實真的走到最盡的話 MacBook Pro會快一點 就是這麼多 那你是否願意給我多一點錢呢 或者像我這樣就繼續等 不知道等了什麼時候 就繼續等